大家好,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讲一讲怎样导入KML以及批量下载离线地图 首先我们来制作一个KML 这个实际上是我这边一个真实的实例 因为我去冰岛玩之前我在这边做了很多攻略 所以我把这边很多的点 比如说睡了,哪里有景点,瀑布在哪里 甚至这里有一些路径我都把它从一些网站下载下来 然后我把它都一一都标出来了 除此之外呢,我还在这边画了一个轮廓线 大家可以看到在冰岛 我把这个冰岛的整个轮廓线给画出来了 画这个轮廓线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后面下载离线地图准备的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击右键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刚才保存的这个文件 然后呢,我把我这个文件放到巧舍里面去 可以通过微信发给你也可以 或者通过邮件,或者通过直接传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打开手机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刚刚保存过来的这个文件 在巧舍里面打开呢 你不需要在巧舍里面做这个操作 你直接在这个文件管理器里面直接点击这个KML文件就好了 然后它下面就会提示你可以用哪些打开 好像我就,因为我这边是用中国帮演示 所以我就直接点击它就可以了 他就问你要不要导入150个地点 你就选择导入 那这时候呢,所有的这些标记 也就是我在这边所有你看到的这些标记 全部都导入到巧舍里面来了 好,这一个呢就是我刚才周围画的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完全都导入进来了 然后这里面里面也有一些路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查看添加了标记 然后你看这里呢就有一个路径 我们选择它 然后你就看到这一条路径也都有了 好,这个路径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点啊 你如果你长按编辑它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多很多的点 你看密密麻麻全是点啊 大概有几百个点都有可能 我们直接可以用KML文件发现把它导入进来 这样就方便很多 而且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呢就是这边所有的这些标记啊 路径啊 区域啊 这些信息是百分之百可以一线使用的 所以不用担心你没有网络 其他一些APP就不能用的 而巧舍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使用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就是我们批量下载离线地图 我们点击 把这个先选中这一个区域 你用这个多边形工具功能呢 来下载离线地图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然后选择下载离线地图 好,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边提示你添加了15个盖栏地图和114个细节地图 那这15个盖栏地图包括哪些范围呢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看一看 这个蓝色的就是这个盖栏地图 大家可以看到把整个冰岛都给包括起来 为什么他知道冰岛在哪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这边画的这样一个多边形 他就利用这个多边形把这边全部下载下来 那么这114个细节地图那又是什么呢 这边不是有很多的标记吗 在每一个有标记的地方 我都会下载细节地图 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击这一个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选择下载 果然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两个框框 意思就是说我的这里呢 也是作为我要下载的一线地图之一 只要任何一个有标记的地方 比如说这边啊 有我们选择下载对吧 我们来放大看一看看这边是不是有标记 果然啊 这边有一个标记 所以呢 我们就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盖栏地图 以及所有我们有可能去的地方的细节地图 都下载下来的 这样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 这边呢 有一个轨迹 我们来看看轨迹在哪 这这个这个应该也是个轨迹 来选择他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 有个轨迹 这个轨迹经过的地方 你看一直到这 也都有细节地图把它包括进来了 然后下面呢 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直接点击下载就可以了 啊 差不多每一个文件呢是100兆 所以所以129个文件就差不多有12个G的样子 这个感觉是个很大的数字啊 但是冰岛还是个蛮大的地方 所以一共只用了12个G其实相当少的了 如果你想把这边整个冰岛区域都下载到细节地图 这个12G的数据量大得多 所以呢 你现在点击开始下载 那么每一个文件差不多需要10分钟 所以下载下来可能还是需要个两三天的时间了 但是考虑到冰岛这么大一个行程 你把这些啊 明显地图的下载下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 那么啊 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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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